在您看到台湾目前最新的防疫措施 行政院在全台各地的诊所部署了防疫哨兵 透过每天通报看诊的状况来取代普筛 从数据来判断疫情的走向 另外台湾的电子围离系统也升级到3.0版 来掌握居家检疫还有隔离者的行踪 指挥中心在全台各地的社区代表性诊所 都部署了防疫的哨兵 透过诊所在第一时间回报第一线的就诊状况 来研判社区疫情的指标 病患看诊后只要在系统上连线资料 就可以同步回报中央 透过社区监测机制取代普筛 从诊断他就可以去分析说 最近有什么疫情在流行 应该要做什么措施 那可以提早做一些防治的一个工作 同时也放宽裁剪标准 不一定要有旅游室 只要有类似呼吸道症状就筛检 未来也将与医院合作 远端医疗技术 针对居家检疫者开发智慧型手环 一旦发生大规模社区感染 医生就能掌控在家的轻症者健康状况 这个礼拜大概是2000人占降 台北跟新北 其实在整个人都降下来 那这个效果其实还有错 那如果你看这一边的话 面对庞大的居家检疫人数 电子围离也成为防疫重要武器 透过手机到基地台距离 定出活动范围 每十分钟定位一次 只要连续两次侦测不到或者关机 系统就会通报 那一方面我们连接到我们的健保资料库 那同步追踪我们居家检疫 或者是居家隔离对象 他的整个就医的一个状况 独创电子围离吸引不少国家前来取经 政院也贴心更改设定 让系统应地质疑 各方面多管齐萨 要让世界看见台湾的防疫实力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 综合报道